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男主不是什么变态杀人狂 尽管干的工作看起来很血腥变态 我们的男主其实只是个职业收尸人 不过他收的不是普通人的尸体 而是帮派分子的 因为黑帮经常发生火拼 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 为了避免引来警察 黑帮之间就约定 黑帮分子的尸体交由专人处理 而对于男主来说 这份工作尽管恐怖恶心 但好在能有不菲的收入 可以让男主买房子养女儿 过上不错的生活 男主的妻子早逝 男主一个人拉扯着女儿长大 又当爹又当妈很不容易 为了给女儿一个好的环境 男主拼命的工作 想搬到大城市买座大房子 从此金盆洗手 而女儿小美对爸爸的工作 已经见怪不怪 估计见到的死人比活人还要多 不过这种环境下长大的孩子 多少都有些心理问题 男主就发现 自己的女儿经常在家里自言自语 男主问过小美为什么会这样 小美说是自己在和家里的鬼聊天 见惯了死亡的男主 自然是不相信 这天又一伙人送来了 两男一女三具尸体 男主看到其中一个男孩 看起来只有十几岁 就想要拒收 一方面是不忍心 而另一方面也怕引来警察的调查 但带头的长发男 却威胁男主 不收的话就动男主的女儿 当然长发男 开出的价格也很诱人 无奈之下 男主只好收下了尸体 画面一转 男主开始工作 男主穿好服装 先清理尸体 再进行切割 然后推进火化炉 整个过程一丝不苟 最后处理的是那具女尸 可刚要动手 眼前的女尸突然活了过来 我们的男主只对死人动手 既然这个人没有死 那就先抢救一下再做打算 这具活过来的女尸 我们就叫她为卷发姐 卷发姐也是个社会人 那一日卷发姐和男朋友大黑 以及两个小弟去交易 可中途却遇上了黑吃黑 一会儿歹徒冲了上来 对着他们的车扫射 两个小弟当场丧命 卷发姐也身受重伤 男友大黑则生死不明 最后卷发姐被当成尸体 送到了这里 画面一转 卷发姐醒了 她被男主绑在了床上 以为男主就是凶手 于是大喊大叫 使劲挣扎 纷河的伤口也再次裂开 由于卷发姐不配合 男主只好起身先出去了 女儿小美知道家里来人了 很是开心 毕竟活人很少出现在家中 而且还是个女人 于是就偷偷地溜了进来 卷发姐一看是个文静的小姑娘 就赶紧要求小美给她松绑 但小美听爸爸说过 送到这里的都是些黑社会 没有好人 所以对卷发姐很是防备 临出门前 还拿走了卷发姐的耳环 画面一转 小美在自己的卧室说话聊天 似乎在和朋友谈论着卷发姐 而和她说话的竟然是和卷发姐一起送来的那个死去的男孩小黑 原来小美是真的能看到鬼 这一人一鬼聊得还挺投机 第二天 男主来查看卷发姐的情况 结果发现昨天卷发姐的伤口又裂开了 并且失血过多休克 男主赶紧进行了抢救 而此时卷发姐的两个死去的同伴就在一旁看着 最终经过男主的抢救 卷发姐脱离了危险 随后卷发姐问男主为什么不放自己离开 还要三番五次的救自己 男主表示 如果那些黑帮分子知道卷发姐没有死 就会来找自己和女儿的麻烦 两个人就这么聊着 慢慢的也熟悉了起来 卷发姐也知道了男主就是大名鼎鼎的糖果屠夫 于是就问男主为什么要做这一行 男主解释道 自己原本是个医生 当年小美的妈妈患上了白血病 为了治病 男主欠下了很多钱 后来有一天男主无意中结识了两个抢劫犯 其中一个抢劫犯很快就重伤不治身亡 于是另一个人就逼迫男主处理尸体 完了后还给了男主一大笔钱 但钱也没能挽回妻子的生命 再到后来 越来越多的黑帮知道男主有这个手艺 都跑来威胁男主 都把尸体交给男主处理 然后再给上一笔钱 最后男主也只好辞去了医生的工作 专职干这个发家致富 因此男主很讨厌这帮帮派分子 不过这话戳中了卷发姐的痛处 两人为此吵了一架不欢而散 晚上小美忽然发现自己来了立架 可把小美给吓坏了 女孩子没有妈妈的照顾 什么都不知道 还以为自己是怎么了 于是就找到了卷发姐 随后卷发姐就给小美 普及了一下身理卫生的常识 然后又让小美把自己的包拿来 从里面拿出了姨妈金送给了小美 趁着小美换姨妈金的功夫 卷发姐赶紧从包里掏出了电话 打给了男友大黑 结果大黑还真的活着 大黑很焦急的说找了卷发姐很久 问卷发姐在哪里 卷发姐说了地址 大黑挂了电话 却陷入了沉思 此时外面走进来一个人 竟然是影片开始送卷发姐尸体 给男主的那个长发男 原来是大黑想独吞货款 于是决定杀人灭口 让长发男将包括女友在内的三个同伙干掉 并伪装成是被歹徒劫持 现在得知女友卷发姐还活着 这可是个祸害不能留 于是大黑又约长发男商量对策 两人决定斩草要除根 于是立刻跑到了男主家动手 而另一边 打完电话的卷发姐 想偷偷地把绳索解开 却不小心惊动了男主 好在小美及时赶来 为卷发姐解了围 而且在小美的请求下 男主允许卷发姐跟他们一起吃早餐 不过手脚还是被绑在了凳子上 吃完饭后男主告诉卷发姐自己要带着女儿离开这里 一会儿就会给卷发姐打上一身镇静剂 等卷发姐醒来后 男主和小美就应该离开了这里 卷发姐也就可以走了 卷发姐有些感动 甚至还有些不舍 毕竟几天的朝夕相处 卷发姐发现男主和小美跟自己以前认识的人都不一样 不过想着男友很快就会来接自己 卷发姐还是挺开心的 这边男主在收拾东西的时候 看到了大黑他们的车 立马警觉的把卷发姐关回了屋 卷发姐说那应该是自己的男友大黑 让男主放心 但凭借多年的江湖经验 男主意识到并没有那么简单 于是还是决定自己独自出去面见大黑 这时卷发姐无意中撇到了杀害自己的长发男 竟然和大黑在一起 马上预感到大事不妙 果然男主刚一出去就遭到了大黑他们的威胁 这次大黑带了不少的人 看来是非要灭掉卷发姐 随后男主想了想 为了自己的女儿只好将卷发姐抓了出来 可这时小美突然跑了出来 不舍得看着男主 男主明白 从小缺乏母爱的小美和卷发姐产生了感情 这时卷发姐也苦苦地哀求男主救救自己 男主心一痕 决定带救卷发姐一次 于是双方开始了激烈的枪战 无奈对方人多势众 男主一会儿落了下风 这时地下室里的鬼魂突然全都出来了 吓得敌方的人阵脚大乱 接着男主他们就趁机下手 一个个地将包括大黑在内的歹徒干掉 但这时长发男却抓住了小美 男主害怕女儿受伤 只能放下了武器 长发男抬手照着男主就是两枪 小美绝望地大喊了起来 这时那个和小美关系很好的小黑鬼魂突然出现 小黑发出了愤怒的咆哮 火化炉中的火焰顿时喷涌而出 把长发男烧成了灰烬 但男主也身受重伤快不行了 在弥留之际 男主安慰痛哭的小美 并把女儿托付给了卷发姐 然后就去世了 故事的最后 小美跟着卷发姐离开了这里 小美回头看了看身后的家 发现刚刚死去的人 全部化作了鬼魂 站在门口呆呆地望着他们 其中就有我们的男主 故事到此结束 好了 今天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 喜欢的小伙伴记得给涛哥点赞和转发 如果你有想看的电影 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涛哥 最后当然也别忘了点个关注 涛哥每天为你解说一部恐怖电影